《Groan 男朋友》 我自己是喜歡拍照 由後面有一個故事 我會想 如何可以將相片 讓人戴一些故事給人之餘 讓人們有共鳴 你不是看一張照片 你是看背後的故事 可以跟別人很互動地溝通 我叫ABBL 本身是一個平面設計師 我很喜歡拍照 因為我覺得拍照可以攝錄著我成長的階段 或者可以採取到那一刻我的想法 相片可以令我豐富了我的人生 我會用相片去跟別人分享我的故事 我想拍這輯照的時候 是想帶一些訊息給觀眾 因為我現在是說 香港每個人平均住的地方很小 所以我五張照片也是以一個空間的感覺去拍 因為我的故事是想帶出香港很小 但竟然有一層人會利用這麼小的空間 保存他們心目中的寶物 其中一張照片是電視機 因為他小時候他的家很窮 所以他跟小朋友一聽到隔離屋 播放他們想看的電視節目的時候 他們就會跑到別人的門口 在鐵閘裡蹲在那裡 裝電視機閘 對他來說是一個成長的階段 這張照片其實是一個婆婆的生活環境的空間 他就收拾平日常用品 我猜是一些無家者 有一個儲物的習慣 傘其實他以前是一個維修傘的伯伯 年紀的問題 他其實已經退休 在街上看到一些破壞傘 可能就錄回家裡收理 因為銀行簿這張照片 他做過很多不同的工 操下的錢 他就放在銀行簿裡 到最終有一天 他自己用這塊錢 開了他屬於自己的廠檔 我上一輩父母 他們家裡的東西是有難的情況下 他們第一個時候 一定是想找人修補 去令到那件物品去循環再用 但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追求一些生活的品味 或者物質的享受 很正常我們就會去買另一件新的東西 我們會製造很多廢物 那件事是廢物還是那件是穀物 其實是很取決於自己個人感性的問題 每件物品都有他們內裡的可貴價值 我很欣賞他們做這件事 攝影對我來說 是見證著我自己人生的階段 因為我在不同的年紀 都會想用不同的拍攝手法 可能現在看以前拍攝的相片 比較有亂 但是因為我有拍到這輯相片 我才可以評價到我自己 以前有亂的手法 怎樣令到自己一直成熟 在攝影的過程中 其實我都是看著自己怎樣長大 不同的階段 我想分享給大家的故事都不同 那我會覺得我的相片 是可以帶到一些訊息給不同的人 我的能力是很小 但起碼我可以帶給大家知道 我們是可以用不同的途徑 去幫助不同的人 我知道我是可以拍攝的 我可以拍攝的 我可以在身邊 因為一家裏 都會不斷 很難自己 請出身邊